大家好 我是丁哥 沒有錯 今年三星終於想通了 他們終於又出了 Tom Brown的聯名的版本 你看 我這一個就是他們這次的 Tom Brown聯名版 身為一個Tom Brown的粉絲 我跟你講是一定要的 你知道Tom Brown 我的手上是自己是拿 這是我的二代 你看我到現在 完全都還在用 而且沒事 雖然我去年到今年都在用Ford 但是Tom Brown版 我一直覺得是非常經典的聯名的版本 那三代的部分是廖阿輝買 所以後來廖阿輝 因為廖阿輝喜歡白色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這次的五代 因為四代沒有聯名 我們來看一下 開箱他 好 你知道三代的時候 他走的是白色感 所以廖阿輝的手機 因為廖阿輝是白色控 結果這一代 老實說我還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 但是他整個箱子是黑色的 這個像不像一個皮箱的那種設計 你看這有Tom Brown的經典的條文 很像對不對 那個手提的 手提對不對 英國真式手提皮箱 再說我吧對不對 你是英國小偷帽 也算是啦 好 沒錯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從整個外箱就超級有質感 尤其是你看這裡 這個是金屬的 你知道嗎 這是紙 然後這是金屬的 哇塞 他整個金屬然後把它砍到這裡 那很像一個皮箱 所以呢 我們現在打開它 大家跟我一起開 開箱就是要一起打開的感覺 所以你看這個貼紙啊 是黏住的 我都還沒拆過 可是我借了一個很娘的 開箱套 我看一下他這個貼紙在哪裡 在這 要好好用耶 像阿輝一樣都是直接用濕的 那是阿輝 你看我弄得很好 我可以讓你補拍的時候呢 單拍的時候很漂亮 這邊再一個 好了 導演你看 所以這個是他的收納盒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裡面一樣有他們 Tom Brown的經典的線條 他們的這三條是很經典的線條 然後呢 就跟導演收的一樣 我們要打開它嗎 這邊還有一個黏住 所以我要再一次弄開它 大家跟我期待一下 我們來打開 導演你有看到嗎 他真的就是像一個皮箱耶 然後你看我們這樣把它拉開的感覺 然後呢 這邊好像就是皮箱上面 你可以放一些文件有沒有 你看 這張紙放在這裡耶 這是什麼 我看看 他說歡迎加入Tom Brown 感謝你購買了 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版本 導演超有質感的 它是放在這上面 它就是設計成一個皮箱 皮箱感 對 這是假的 我本來講說摳它 它假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 哎呦 它這邊有寫 這邊是那種燙金的 Z Fold 5 我放在這 然後這裡也是 Watch 6 你看這邊有燙金 然後這邊裡面有經典的Tom Brown的線條 而且啊 我剛拿起來以後 你知道下面是什麼嗎 下面是他們的 哎呦 下面是他們的殼 配件 它這次的配件呢 整個走的是很皮質感覺的一個配件 我先把它拿出來 這一個也是它的殼 所以它有兩版的配件殼 然後呢 它這邊也有 Watch 6的Tom Brown的錶帶 我們來開這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當然 既然都講到了Watch 6的錶帶 這次你也知道 這是Watch 6的很大的革新 就是快拆錶帶 對不對 一樣 我們把它割開 這裡 好 Watch 6 哇 它這次走的真的是很 剛剛導演說的很英倫的 那種紳士風的感覺 你看喔 它這個也是全面都是 空金的 你知道嗎 燙金 金邊 黑色 然後裡面是矽膠 然後外面是黑皮的貼皮感 有看到嗎 這個呢 就跟Tom Brown的這個殼 其實長相是長的一樣的 你喜歡嗎 這種金邊感 我覺得 金色金邊感 好適合我 你幹嘛偷笑 你的色系不搭 因為你看你都穿全灰的 如果人家是黑色 那我現在去換 你一定要穿西裝外套 然後那個袖口 金色 我袖口是Tom Brown 哈哈哈 但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到他這個表的表扣 這裡啊 這邊也有Tom Brown的那個Logo 你有看到嗎 在這邊 唉唷 好啦 蠻有質感的 但是呢 我看他有下一層嗎 如果沒有的話 都要看另外一個了 在上面 在上面 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還有什麼 拉開 應該是 通常他的充電線 應該也是都有印Tom Brown 因為既然是聯名版 沒有啦 看一下 這裡 沒錯 黑色的 黑也是黑色的走黑色風 然後這邊一樣 Tom Brown的經典的線條 這個是這邊嗎 這個應該說明書 我覺得不用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手機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我就先放旁邊了 我覺得這次應該整個走的都黑色系 黑色跟金色 歐金 我答錯了 我真的答錯了 我先講一下他的特別的 這邊有一個特別版的S Pen 而且用Tom Brown的 他有個筆套 這個超有質感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這樣拉起來 你的S Pen就在這裡 而且他後面還有燙金的 Tom Brown New York 這根也很有質感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我們拿錯了嗎 他竟然是 紅金配啊 各位 你看 你有看到嗎 那他那個鏡頭 我直接把他撕開 有點出乎我預料的 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我們來看 沒有耶 不是 他非常好看 他紅是他那個 Tom Brown的這個紅 對 他把他Logo直接做在這上面了 我覺得很好看耶 然後呢 你在鏡頭上面一樣有金色的 因為剛好這條線是紅的 所以如果他這個設計是 這邊是藍的的話 這邊應該也就會變成藍色 但他就是紅的 他就是跟你的那個經典色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 很可以耶 我決定要來開機一下 因為通常他們的聯名版本 都會有聯名版本的限定桌布 我來看他這是桌布 有沒有有不一樣 而且他的這個側邊 但他側邊全部都是黑色的 裡面也是金色Tom Brown的字 真的黑色系 而且你們看他上面這邊有一個 Tom Brown的Logo 知道這Logo他都會怎麼出現了嗎 看一下我這衣服後面的設計 你們看到我這邊有帽子 你們看到 這一個 乖個衣服的 他就在這個中間上 我有看到App的icon是不是 icon也對 也不一樣 然後整個就是很Tom Brown的感覺 黑金感再繞回來 其實我覺得 我很喜歡耶 我問你你喜歡這一款 這是我二代的 我二代的 應該是跟我今天衣服最大 你知道是什麼 這我二代 然後這個是這一代 你喜歡哪一代 你說真的 我比較喜歡上一代 這一代 因為我覺得這個黑金這個風格 有點難駕馭 感覺不是我能夠駕馭的 喔 OKOKOK 可是其實老實說啦 通常你有手機一定會搭配殼 所以我覺得他經典是在他殼上面 你看他殼上面 其實都有做到 看不完的設計 好啦今天就是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你喜歡嗎 二代送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